来我们挑一个不太看得死的来看 这个虚影 虚影的话呢还是比较稳的 就是这个毕竟他的这个对吧 潮年S前三代雕刻家 硬实力过硬 应该是看不死的 阵容方面的话 祭司先知拥兵野人 还不错 一套挺扎实的阵容 这把的话不会有受害者了 虚影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我觉得只要正常打的话 平局应该是有的 看一下他的一个前期节奏 当然这个东西 看前期比如你前期对吧 真的找不到人什么的 你看这雕像放的多准 那前期找不到人什么的 那有可能会出现多跑什么 这种东西不好说的对吧 毕竟这是一个公平的对抗 什么叫有我在就不公平 夹一下一刀好的很舒服 这边吃块板子 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找机会传送了 要不要传 传祭司不太好 因为祭司有大洞的 其实他这边把洞打掉 传祭司我觉得也行 但是他看到祭司了 又看到野人了 那么另外一台电机一定是先知 打一刀 傭兵倒地 这存在感 好知道了 先知直接传送 对 三个点排的很清楚 你这边傭兵干嘛干嘛 对吧 摸就摸了 我这边抓先知了 节奏起来了 而且因为前期的存在感够多 他到二阶的一个速度非常快 这边两连雕像 还差一点点 夹一手没夹住 先知这边一个翻板加速 往前拉 看一下这边先知的一个走位 往前走 雕像的话跟不上 距离还不够 坟场一照 压住 夹 没夹住 但是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洞 传送是交调的 不能让他穿洞啊 他这边可能会顶鸟穿大洞啊 不过也行嘛 穿大洞到小房 距离也不是特别远 我觉得走过去也行 而且他可以开开二阶 对吧 顶鸟 真的要顶鸟穿 真顶鸟穿也行 打一刀 开了二阶以后 这边向心 这个洞打掉 向心坟场找到先知 但是这先知距离拉得有点远了 找到了 漂亮 这边一推 漂亮 nice 你看看 训还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局先知的鸟也交了 二阶也到了 我们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专业解说啊 是不会乱说的 这个局呢 就是 还是一个雕刻家的一个小优局啊 优势局 这优势还不小 不算特别小啊 有那么一点点 优势的 摸起来 但是摸起来 其实意义也不大 因为这个点位 他没有交互点 白打一刀 前方 白打一刀佣兵 然后这边跟上去 先知往前走 有一说音呢 我觉得这道佣兵不打 追求一个击倒节奏会更好一点 但是他可能对自己的操作更自信啊 野人这边再来干扰 穷者的电击 其实被干扰的非常非常多的 祭司 这个洞打掉 然后两连雕像一台 两个洞 这次反穿 都打掉 这边可能会打祭司了 反正有的打我都打 这个先知是肯定走不了的 这种局对于一个雕刻家来讲的话 求生者 是很难很难来赢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求生者没有人在点电击 对吧 都该残的残 都是残血 外面但凡起一个击倒节奏啊 这边但凡起一个击倒节奏 把人挂上以后 他的这个坟场往外一照 就可以去击倒外面修机的人了 说不定把这修机的人给打了 那么外面电击肯定就不够了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刚才那刀 其实打佣兵 我觉得稍微亏了一点点 没有这个必要 还是一起一个击倒节奏 然后从这个节奏点为基点开始打 会更好一点 挂这边野人来救吗 手上面四个雕像 这边打一波防守 野人现在没有猪的 先一推 好这边看一下 雕像 这野人可能救不下人了 防猪 救下来了 我去 那这不救下来 好像我觉得瓊子有机会保平了 这里把佣兵摸好对吧 佣兵再来救一波 拖一拖时间 一刀打 祭司 这里修一台 佣兵手上中场一台 野人这边 野人这边硬保 也行 也行 这个电击得拖 他得拖到祭司 佣兵这边要点掉一台才行 要不然电击还不够 撞一手 撞下来了 等会儿 这个局势慢慢的好像有点 不太空得住了呀 打一刀 野人这边很拼 但是拼的没有任何问题 拼的很有道理 保了一轮先知 这个先知该不会待会儿吸出一只鸟吧 这边过来 绕一下 先知被推回来 一刀 二挂的 先知 然后野人这边已经跟祭司连上大洞了 所以这两台电击 两个人一起修 佣兵这台88% 佣兵电击修完以后可以卡着救人 这里野人骑上猪去干扰 两个人一起救好像是一个私人战场开门战啊 祭司啊这边 洞先给你打掉 这边野人的过来顶 佣兵这边来救 祭司先拖一会儿 对他们这个屁股可以拖一会儿 让祭司电击先拖出来 慢慢拖 救下来了 救下来这边要卡 那这样的话只能反射回去打 不能追这个先知了 这个先知追不了了 只能反射回去对馆菜电击了 将祭司击倒 但是祭司这边拉开外面要重启一台电击 重启来电击才行 就看这个痛极了 我现在有点慌 这个痛极能痛极到谁 应该是先把先知摸好 先把先知摸好 这台电击差了不多的 野人的话这边 外面要起 野人也不太好修 两连雕像先打 佣兵过来救人 电击好不了 电击好不了 现在问题是 电击野人靠过去 还没摸上呢 佣兵这边卡着卡着卡着 这边能不能去管一下野人 把这野人秒了这局 雕刻家能赢 秒不了的话 求生者这边如果把电击点亮了 那这边求生者就有机会了 再管电击 再管电击 野人这边点了多少了 推一下 野人骑上猪 外面先知这边被通缉到的 上挂飞的先知 但是没有传送 所以说将这个先知击倒 你也没有办法过去挂人 你走过去那边电击点亮了 这电击应该是百分之八十几吧 哦不止百分之八十几 百分之九十几了 坟场先找 找到两连雕像能推吗 没推到 或者没有推 他就没有交 祭司被摸好 穷着那边慢慢补血 还能打 这台电击守住 雕刻家还能打 甚至还有机会争胜 但是这个机会嘛 你说有多大嘛 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求生者这边 如果不给机会慢慢盘 一旦找到你的一个 雕像坟场的一个空档期 把血线补上来了 求生者就是一个优势了 电击直接点亮 好的 这边电击点掉了 有传送 这边野人 骑着祭司手上一个洞 暂时处理不掉 直接传送 过去 先知在那边 哎呦 这先知 这个先知怎么会开门的呢 这先知没有鸟的 能不能吸出一只鸟 这边骗过来 一刀挂飞 祭司现在在点门 野人往前走 傭兵两个护臂 好像还是一个多跑 因为剩下的人留不下来了 好像还是一个多跑 这里管一管 稍微管一管 能管得住吗 满血祭司啊 他这边等你雕像打完以后 他就能开完 这边雕像要交得省一点 省一点 哎呀 被卡住了 哎呀 那没了 耳边响起了 对吧 虚影还是稳的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那边 就是他白打了一刀佣兵 然后第一波的一个祭祷节奏 晚了 起晚了 他早点挂了那个先知的话 应该会至少是个保平真胜的 蛮可惜的吧 跟我没有关系啊 小 documentation 我们再去老家 看起来 我们再去拿 小刀佛兵 园子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